OK 同志们好 开始上课了 这一讲呢 我们复习功级功率和机械效率 这一讲呢 在力学里面容易出综合题 主要是呢 这个就用不了 离不开谁 因为机械效率肯定要用到功和功率 那咱们先把设计的知识点再复习一下 老三道 功 是等于什么跟什么的成绩 力和距离 应该是力和在力的方向移动的距离 是不是啊 力 我用这个表示吧 距离用这个表示 行吗 好 这是功的成绩 功呢 它是一个过程量 能量 它是一个状态量 咱们这样说吧 先把它撤回来 这样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有一辆车 它在这地方高速的跑起来 有机械能是不是啊 对 在这个状态的时候 比如说它有50胶的机械能 然后呢 撞了一个东西 它对外做工了吧 对吧 对 对 做工以后 它的能量将会变什么 能量减小了是不是啊 以后到下一个状态了 同一辆车 然后呢 变成了 能量变成了30胶了 是不是减少了20胶啊 对 减少了20胶 能量减少了20胶 你可以这么说 它对外做了工是20胶 那就是工 它是能量改变的一个亮度 能明白吧 所以能是一个状态的量 工是一个过程的量 工是能量改变的亮度 工的计算工是 那就刚才写了W等于什么 Fs Fs 是不是啊 其中F表示力 S表示距离 对吧 工的单位是 G2 水平电面上中40流的物体 受石流水平推理前进了3米 推理出去以后就前进了1米 推理做的工 那这个推理做的工 就等于推理乘以推理的大小 是不是 哦不 推理移动的距离 是不是啊 对 十成一几啊 那应该是三十胶 三十胶是不是啊 对 重力是向哪的 重力数值向下 数值向下的是不是啊 对 它有没有向下掉啊 它说水平地面 是水平地面是不是啊 没往下走对吧 那没有在重力方向移动距离 所以重力自动工多少 零胶是不是啊 要想重力做工的话 物体的往哪动啊 手值向下 手值向下是不是啊 但斜向下重力也做工了 但你就不能成为 成个斜向下的距离 应该成于数值高度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有两个 工事学的记忆啊 如果是一个力 它就克服了重力做工 克服重力做工 那这个工应该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重力乘以什么 这个是数值高度啊 数值高度啊 如果一个力量克服了摩擦力做工 那这个做的工大小 就应该得摩擦力乘以什么 摩擦力方向上移动的距离 对不对 这个知道行吗啊 好 运动有快有慢 我们单位时间通过的路程 来表示运动快慢 叫速 速度等于是什么 路程是时间 对吧 你物体运动有快有慢 跟物体做工也是有快有慢的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也用单位时间里做的工 来表示做工的快慢 两个不同的物体去做工 我都给你们一秒钟看谁做的工多 说明谁做工快是不是啊 对 那从单位时间做的工 来表示做工的快慢 称为 不能叫速度吧 我们叫什么 功率 对吧 功率啊 递送公式就是 那 功用P表示就是 单位时间里做的工 那就一秒钟做了多少工是不是啊 对 国际单位呢 实际上严格来说应该是焦每秒 是不是啊 焦每秒 但是我们规定一焦每秒等于一个什么 一个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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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瓦是功率的单位 对吧 那这个应该是这个吧 是不是啊 对 长用单位呢 还有个千瓦 是不是啊 一千瓦得多少瓦 一千瓦得一千瓦 这跟废话一样是不是 一千瓦等于一千瓦 嗯 好 这公式P等于W除以T是不是啊 刚才W等于什么来着 W等于FS FS 那S除以T又等于什么呀 S除以T是V 哦 就上面的玩意 是不是啊 所以功率还等于F乘以什么 V 你这个算的实现 可以算平均功率 一段时间之内的 这个呢 它可以算某一个时间的功率 顺势功率 能明白的意思吗 因为这速度 它可能是某一个瞬间的速度 是不是啊 也可能是某一段时间内的平均速度 对吧 所以这个公式 比这个公式应用的会更广泛一点 好 第三品完了 是吧 大量事实表明 使用机械的时候 人们所做的功 都不会少于不用机械所做的功 那你还用机械干嘛呀 用机械不是会省功的 是不是啊 用机械你有的是为了省力是不是 有的是为了省距离 省力就省功了 那你省力的话 走的距离就会变长 你知道吧 那你功不等于力是不是啊 功是等于力乘于距离 对吧 好 那就是实际上呀 你从克服力的角度想的话 你克服物体重于做功了 你是不是要克服机械重于做功啊 你要克服摩擦做功是不是 所以就是任何机械它不省功 其实还是费功的是不是 这是这个结论叫做功的原理 功的原理 使用任何机械都不能省功 好 对人们有用的功 就不用任何机械是所必须做的功 这叫有用的功 当然叫有用功了 是不是 有用功 并非我们需要 但有不得不做的功 那这叫 额外功 叫额外功 额外功 有时候额外功不做不就行的吗 但有个人不做不行啊 比如说你有水桶去提水 你克服水的重于做功是有用的是不是啊 对 你克服水桶重于做功是没有用的是不是 对 额外的是不是啊 对 但你说我不提水桶水能提上来吗 嗯 不行是不是啊 上来 那你不用滑篮组就提物体 你省力了是不是啊 对 那你把物体给提上来了 你说把动画棱给扔了行吗 滑篮也得上来 滑篮也得上来是不是啊 那有用的加额外的就是什么 就是总的是不是啊 就是总工 那就是总工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有用的 一部分是额外的是不是啊 那我们当然希望谁家的比例大点好啊 有用的多点 有用的多点好是吧 所以我们衡量一个机械效率的高低 我们用有用功占什么 占总工的比例 再乘一个什么 百分之百是不是啊 把这公式写这里面 这里面用汉语说 不是 用文字说 有用功占总工的比例 好 机械效率啊 那咱们这个 在实际使用机械的时候啊 它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什么呢 摩擦吧 摩擦对 是不是啊 还要克服机械自重是不是啊 对吧 那这些东西的话 都会增加我们的额外功是不是啊 对吧 那也就是说 婴儿总是要做额外的功能 所以实际机械的机械效率总是 就是有用的肯定比总要怎么样 少 少是不是啊 那这机械就是一定是小于多少的 小于百分之百 小于百分之百是不是啊 总是小于一的是不是 总是小于一的 特别机械啊 机械效率和机械啊 我们初中阶段 能够遇到的应该是三种 第一是滑浪组 其实咱们城市里面满大街都是滑浪组 只不过你们都注意而已 你比如说咱们知道城市里面就有工地盖楼是不是啊 那个大塔雕它不是是滑浪组吗 塔雕 塔雕 提钢筋水泥的东西 是吧 那就是 还有呢 杠杆 它也有机械效率 还有呢 最古老的一个机械就是斜面 你把一个物体东西搬上某个东西地方 肯定有点累 你如果把斜面吞上去 就轻松点是不是啊 那是最古老的一种机械 他们的机械效率 都是我刚才杜老师写的公式 有用功比上什么 总功 但刚才杜老师的三种机械里面 有一种机械考的比较多一点 它的公式也比较多一点 我们推倒一下 这是谁呢 就是滑浪组 我来画滑浪组 杜老师画滑浪组画的特别好看 一般人画出来 像苹果老师 苹果是不是 饿了吧 像苹果了 好 挺有喜感的是不是 好 咱们人文通过滑浪组 来刻画物体重力做工 是不是 你的目的是把物体给提起来 对吧 所以刻画物体重力做的工 重力做的工 是你要达到的目的 是不是 所以 刻画他重力做工 是有用功 对吧 那所有的功 都是我们人在这个地方做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做的工 就是总工 是不是 对吧 那我人在这个地方做的总工 除了有用的 还包括一部分不得不做的额外功 是不是 那就是谁 我把动画棱也提起来 我把动画棱也提起来 是不是 动画棱提起来没用 你还得放回去 是不是 但你又不得不做 实际上除了动画棱 还有谁 绳子还有重力 绳子跟画棱之间还有什么 还有摩擦 是不是 好 第一件效率 它应该是等于有用功 除于总工 再乘一个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不成了 这个有用功 是科夫卡重力做的功 是不是 重力做的功 就是物体的重力成因高度 是不是 ZH ZH 对吧 总工呢 手拉的力 手拉的力 再乘一个这个地方 移动的距离 是不是 总工 Fs ZH 再乘一个百分之百 对吧 我们不成了 这个S跟H 应该有点关系吧 你看 S是它移动的距离 是不是 S是它移动的距离 物体上升一米 这地方走几米 三段上升 那就是三米 三米是不是 所以S等于三个H 对吧 那如果是八段什么呢 八个H 是不是 所以S等于N个H 是不是 那所以这功识可以改成这样 对吧 因为S等于NH 对吧 好 这功识就说成这样 那我弱弱的问一句 从数学上面看 这个积线效率的高低 跟绳子段数N是有关系的 而且是N越大 积线效率越小 你觉得杜老师这句话对吗 我觉得它和那个JFN和三个有关 三个有关系是吧 对啊 除非你控制间量 老师那俩都不变 那我假如他们俩不变 他变大 他会变强吗 那控制间量 他俩都不变了 分母变大 分数之间小 没问题 那就没问题了是吧 你他们俩不变了 他变大 他就变了是吧 但是你觉得 在这种情况的数学上可能 你在物理上可能吗 不可能 不可能 你看这啊 如果你控制他不变了 是不是啊 对啊 你要让他变大 动画栏神的段数变多 是不是啊 对啊 他要变多 他肯定在变什么呀 对啊 他能变小 是不是啊 实际上这个式子啊 你能看出来啊 这个F里面还藏个N呢 好 因为咱们知道这个 动画栏 栏神最后 都是不F0 N分之G5加G动啊 对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是不是啊 对 那也就是说 你这F是等于N分之G 再加上动画栏重 动画栏重 由G0表示了啊 再乘一个N 再乘一个 分之一个小G 是不是啊 对 那也就是说 你这F换成这个 这个N跟这个N是怎么着 约掉了 是不是啊 那也就是这个F 实际上F里面 还是藏一个N呢 是不是啊 对 这两个N是可以消的 那这样可以看来的话 滑栏组机械效率高低 跟N还有没有关系 就没关系了 就没关系了 是不是啊 没关系了啊 老师这设计对吗 你这个设计成立是有条件的 这个设计成立对为条件 这是不计绳重和什么 不计绳重和摩擦啊 当然你就是计绳重和摩擦的话 那这个N也能约掉 是不是啊 那就把上面加上绳重和摩擦 是不是啊 对吧 N也能约掉 所以要记住第一个结论 滑栏组机械效率高低 跟动画栏上绳子断数 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 那这个设计跟进行这样了啊 机械效率如果绳重摩擦不计的话 它们是不是有这个关系啊 对 但是这笔上这加这动是不是啊 这是物体的重力对吧 对 因为咱们如果绳重摩擦不计的话 你就是克服物重和动画栏重做工 那就像物重占它们总重的几分之几 是不是啊 对 也就是机械效率是跟物重和动画栏重有关系啊 物重越大 机械效率越高 动画栏越重 机械效率越低 是不是啊 好 复习完毕 咱们直接上题 好 一个人 先后用同样大小的力 捏水平方向 拉木箱 使木箱分别在光滑和粗糙的两种不同的水平地面上 前进相同的距离 这些字眼好乍眼呢 好多东西会做错啊 这些会选B 但实际上这些答案不是B 那我们的夫妻这么长时间了 我们说做工多少跟光滑和粗糙有关系了吗 没说 没说是不是啊 工的大小就等于力乘以力的方向移动的距离 那也就是它就等于力乘以距离 是不是 那你看力什么关系 相同大小的力 距离呢 相同的距离 那什么都相同 是不是 你不选3选谁 是不是 科学同学老高气 老师呢 逛不蹭错的 比较拉不动啊 你不认为拉不动 拉不动哪个的距离 是不是 它只不过拉相同的距离 它可能走的时间会长一点 是不是 你只能说它做的工 所花的时间会长一点 你只能说它做工慢 但你不能说人家做工少 是不是 好 选C 第二题 加一两个物体质量是相同的 这个条件 两个力 一件光滑斜面 云塑拉的顶端 在夏里出发正确的事 老师我会 你怎么会呢 是工等于一个力 乘于一个距离 是你看 F大 我说为什么F大呢 我说你为什么在F大的功能 是你F大的距离长 是F大的功少 我说为什么呢 是你F大的路程短 它就纯粹看这个距离了 认为F大走的距离长 F大走的功能多 但你看F大力 是不还小 它坡缓一点 应该是小一点 是吧 你看这个越平 拉的力越小 是不是 越陡 就跟咱们骑自里面爬坡似的 这坡越陡 爬起来就费力 是不是 所以你看 它虽然走的路程短 但是力大 是不是 它虽然走的路程长 但力小 老师那这么一凑合和弦了 想等吧 咱们不能这么凑合 是不是 不一定的 是不是 那只能这方法不能用了 是不是 从 另一角度就像 你说这个人做工 没有摩擦力 是不是 那你就克服哪个力的做工 克服没有摩擦力 那个重力 就克服物体重力做工做 是不是 那既然克服物体重力的做工 W所做工 是不是等于物体的重力 乘以物体移动的高度 是不是 那第二个物体做的工 是不是等于物体的重力 乘以物体移动高度 两个物体重力什么关系 重力是相同的 比较重力相当 那两个物体移动的高度 什么关系 高度可能也相当 也相当 是不是 什么都相当和谐了 所以今天跟C干上了 还得选C 两题答案一样 选C 第三题 小林和爸爸一起登山 小林到山顶15分钟 爸爸有20分钟 功率值比是多少 这太容易了 是不是 功率得功出一时间 是不是 好 那咱们先把功给找出来 先找到小明 小明是1 他爸是2 体重是G比1 挺重是他爸是小林到1.5倍 那就1比1.5 2比3倍是不是 对 对吧 咱们这个父子俩做的功 是G比几 功数 他们俩爬山是科佛什么力做功 就科佛最后的重力是不是 对 你往上爬嘛 对吧 他们父子俩虽然体重不一样 但是爬的高度呢 都从山顶到山顶 那应该是一样 爬的同一座山是不是 对 那比应该一样高是不是 对 所以是不是也是2比3 对 好 功是2比3 时间呢 小明那个时间跟他爸用的时间呢 小明15比20 15比20 应该是3比4 3比4是不是 对 那再会拿这个值除以这个值不就行了吗 是不是 对 那就是三分之二 功率是等于 空除以时间 那三分之二除以一个四分之三是不是 对 就相当于乘一个三分之四吧 对 这8比9吧 选D吧 对 是不是 8比9选D 这色体 初中 忽然呢 伟大毛主席家乡的一个题目 用大小不同的加一两个粒 拉同一物体 两个粒做的公 在这两个粒的方向上 移动的距离 S的关系如图所示 加一两个粒大小 这个就应该这样写就行了 W甲等于F甲乘你S甲是不是 对 你看我选一个相同的路程 行吗 可以 Wi就等于什么呀 Fi乘以S 是不是 对吧 这S是不是一样呢 我选的相同的粒吗 相同的距离吗 是不是 那W甲大说明F甲就大 是不是 你看 W在上面 W在上面 下面是不是 对 那就谁大 F甲大是不是 选哪一个 A 选 好 好 好 再讲 F要是比较大 好 那这样 咱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做第五题 我说 你中共的风筹 我说明这个 那就是 我说明你 在我上诞 你 我的天 我说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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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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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